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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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钢铁侠样 他好闷啊 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也发现其实爱情好像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 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 我的女朋友她分不清东南西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分不太清 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old school的变味方法 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找自己的参照物 我的女朋友就是三个参照物 全家 星巴克 地铁站 每次的地方问他 你在那儿 我在全家这儿旁边有个星巴克 后面就是地铁站 在上海这三句话你说得像没说一样 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 放盐望去四个星巴克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转上那么一圈 跌不住吧 跌不住上吧 像一只净化的数码宝贝一样 她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 然后她就把自己托付给那个光标了 她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 鼻尖锁止的方向 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 行吗 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 对吧 你刚点开它的时候 它的GPS信号不是特别的强 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十米 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 她会有一个 非常迅猛的转身 那个转身你没有玩过那个神庙逃亡 就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思考 那个转身快得 姚明地防不住 这个梗确实有点直男 阿金卡卡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地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 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合这堵墙排队 我在边上 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不是 你知不知道 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 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堵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幻众是我女朋友 她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他要是直接赐本了 那是女生 25岁了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 去到了很多的城市 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违禁品宣传片 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不要往地铁上带 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 是知道我什么东西 不要带到地铁上的 但是这种宣传片 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会有一个大哥 他拿着一箱子 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放到那个安检仪上 然后那个安检人员 小姐姐会跑出来 这个 嗯嗯 然后那个大哥 你们去想 那个箱子里装了汽油 硫酸 烟花 这么大一个煤气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他的爱好是去搜集 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装在一个箱子里 也不盖个盖子 像一盘菜一样 端着那个安检仪上 说我今天就要富贵选中求 好 我要比了 进集了 学士了 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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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比了 不比了 那箱子里还有一把弩 一把弩 谁要带一把弩 上地铁一把弩 Cosplay绝地求生吗 一把弩 而且你都带了一把弩了 就未必要过安检了吧 会不会太讲道理了 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 你们大概都能想象到 他收到那条任务短信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八点半 人民广场 国际金融中心 把张氏集团的大公子做掉 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 人民广场 那还是地铁方便啊 谢谢大家 嗨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是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哎 豆豆挺帅的 挺帅的 小伙子挺帅的 对吧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对吧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爱豆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 于小彤 周俊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忌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如啊 我跟这帮朋友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是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活动开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见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俩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响 我感觉身后窜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我那天像只会跑的尖叫鸡一样 啊 啊 比完赛主办法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一燕 你们有跟彭一燕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跟彭一燕坐飞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它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一燕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一燕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事什么呀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份 兄弟 要不来两连 也挺奇怪的 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音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吗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吗 那我要怎么上来 空姐说 哦 先生 你扫前面 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一样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但是我忍住了 朋友们 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间 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 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段 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 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 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 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 小尴尬了 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 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觉得再不搞一些花火很难晋级了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叫豆豆啊 今年24岁了 我发现24岁的我 比之前的我已经成熟很多了 我小时候是那种特别调皮的小孩 经常上课说小话 我被老师抓出来 我爸就是我的英语老师 经常上课就是 豆豆啊 不要吵了呀 来 站起来 你看你一吵我把你揪出来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分钟 全班一共45个同学 那就是45分钟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节课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老师的概念里面 这个动作就像一个程度副词一样 带着情绪你发现了吗 Seriously Really you have to do that 朋友们 这段教训 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同学敢搭话 敢揭馋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应该有个勇敢无畏的同学站起来 老师 那这节课 别上了呀 耽误了就耽误了呀 但是到了下课 我爸又会说 同学们 我耽误大家两分钟 好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同学他就更加应该站起来 老师 我们班一共45位同学 你耽误每个人两分钟 那就是90分钟啊 下课笼共10分钟 你还欠着80分钟 要不后面两个课 你也别上了呀 我小时候成绩特别差嘛 所以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 我特别害怕老师考完师发卷子 哦 你们觉不觉得 每一个老师考完师发卷子 就像一个他们的娱乐活动一样 他们特别喜欢掌控那种紧张的氛围 哦 有没有看过咱们国内一些歌唱里的综艺节目 最后导演宣布成绩的时候就是那样 对吧 那个欲说还休 那个一扬顿挫 对吧 我爸也是经常就是来到班里 把卷子往桌上一放 这一次其中考试啊 你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咱们班 只有两位90分以上 不是班长 也不是课代表 那么学习委员你觉得会是谁呢 更令我难过的是这一次考试 咱们班居然有位同学没有及格 我的天哪 这样的考试你都不及格呀 不想念别念了呀 罗里巴塑班天老师终于开始发卷子了 老师发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他会在念名字和分数的中间 有一段非常恐怖的停顿 你永远不知道有多久 一般是这样 李旦 这节奏太好 72 哇 你感觉72这个数字是他刚算出来的 哦 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一般是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逗逗 逗逗 最恐怖的声音 他比我的医生发出这个声音还要可怕 他比我的医生发出这个声音还要可怕 医生拿到我的体检报告单 他还会想办法救我 谢谢 谢谢 逗逗 逗逗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OK Let's have some fun 哇 大家的英文都很好的样子 大家好 我叫逗逗 前段时间呢 我下载了很多的app 用来买菜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app 他们的验证方式都很有趣 最常见的就是四个七纽八歪的英文字母 那个x长这个样子 哦 那个h更过分长这个样子 那个k啊长这个样子 就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像在参加女团选秀一样 我就经常数错 因为我是个女团爱好的人 我经常错个十几二十次的样子 我就发现现在的算法非常的精确 就是当你错的次数足够多 系统会自动的把难度降低到跟你智商相对应的等级 我经常三个a一个b通过验证了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验证方式是为了筛选掉哪些用户的 肯定不是我这种虽然愚蠢但是很有耐心的用户 难道是那些从小学习特别好 见不惯别人字写的特别差的学霸吗 但是他们又是优质用户对吧 而且这种验证码的存在啊 会让老师特别的难堪 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老师说 逗逗你看你这个写的啥呀 啊 字你都写不好 长了之后你能做什么呀 我长了之后可以设计验证码 我努努力还能当个医生什么的 对 听得懂这个段子的 就是听脱口秀的优质用户 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验证方式 就是在屏幕的左边有一个拼图 在右边有个相对应的空隙 你要把拼图划到空隙里面 这个时候系统会提示你 你用了多少多少秒 击败了全国多少多少的用户 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种 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啊 会不会突然激发出那种胜负的欲望 有些时候我明明通过了验证 我还回到这个验证一面 我要再来一次 刚才是1.3秒 啊啊 not my best I'm going to try it again I'm going to be the one 他这个太强了 他这个全靠表演顶下去 我就发现这些APP 他们在被下载下来之后 丝毫的没有想要跟自己的用户保持距离 他们每一个APP 都想要全方位的快速的热情的了解 每个用户的喜好 他想要获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前段时间我下载了一个著名的APP 这个APP它会在你想要入眠的时候播放一些白噪声 比如说下雪的声音 婴儿喝奶的声音 好羊奶 选蓝盒 蓝盒没羊奶 全羊肉配方 好喝又营养 勾火的声音来帮助你快速的入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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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仿佛没有打过广告 这个APP 它居然想要打开我摄像头的权限 哦 你是要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睡着吗 我觉得人和科技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不然你不会觉得自己下载的是一个APP 你会感觉自己交了一个非常粘腻的网恋的女朋友 她想要读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还有摄像头 哈哈哈哈 对吧 而且每一个APP 跟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生都很像 她们每天每天会重复问你一个问题 她想要让你对她做出评价 你喜欢我吗 我好看吗 写到评论里 right now 告诉别人快点 对不对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 现代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前段时间我还下载了一个运动力的APP 我听到还特别喜欢下APP 这个APP我研究了一下 你可以在上面云直播自己跑步 这就意味着有人可以云观看你跑步 他们甚至可以为你喊加油 你说到了一次加油 朋友们你们知道 我上一次跑步被别人观看是什么时候吗 是我高中大扫除的时候 跑出去打篮球被我们叫到有人抓住了 把我们在操场上跑圈 来啊 跑起来啊 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 我觉得跑步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因为它的过程很长 但我只想让你看到我的结果 我跑完之后瘦了 自我提升了 多少人在朋友圈发的都是跑完之后的路线图 没有人会发自己跑步的时候动图的 开两圈 没有人会发这个的 对吧 而且你们能够想象 几个 我跑着跑着 耳机里传来教老主任的加油声吗 哎呀跑起来啊 把蓝球被很厉害了 我今年24岁了 我发现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跟长辈之间的距离好像慢慢的拉远了 有些时候是被迫的 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懂我了 我的外婆就不理解我 为什么不爱吃早饭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吃早饭 早饭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比重很小 我们可能一片面包 一杯咖啡 一听的生活就开始了 但是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早饭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家早上要炒菜的 要煮一锅粥 一大锅粥 共一家人喝 每一次外婆把那锅粥端到桌子上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 我们家有这么多人吗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my family? 那锅粥啊 从早上6点钟开始煮 差不多到9点钟我去喝 那就不是一锅粥 那就是一锅饭 加了水的饭 湿润的饭 我们家早上喝粥用筷子的 那锅粥厚的 我把筷子插在那个粥里面 那个筷子能够站在那 然后像小区门口的停车杆样 缓缓滑落 我是真的喝不下去 但是我的外婆更不能理解我 为什么到了半夜12点 我喜欢看一些吃播 现场有喜欢看直播的朋友吗 有喜欢在半夜12点看直播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这种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 到了半夜12点 身体上有个开关被打开了一样 我对食物的那种渴望 Oh my god I'm hungry 真的是 他的语气词全是用英语来完成 而且那些up主 那些主播 他们吃的那些垃圾食品 好像越多我越开心 十桶泡面 二十个鸡腿 因为这种事情 你平时敢想不敢做 但是有人替你做了 你就满足了心中的那种好奇心和犯罪感 对吧 这种理念你很难传达给外婆 他也理解不了 你举不出那种特别健康的例子 没有人直播的时候喝粥的 你打开任何一个直播软件 没有一个主播会说 各位老铁今天咱们喝粥 一大锅 我看弹幕里有朋友说这是饭 这不是饭 这是外婆煮的粥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最近 开心 大家好 我叫豆豆啊 我最近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 我改掉了一些坏习惯 我已经不在坐地铁的时候玩手机了 因为我觉得站着玩手机很累 也很伤颈椎 我现在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 做一些别的事 看别人玩手机 有一次一个大哥 扫高峰 很挤啊 在我的边上用手机看美剧 我就跟他一起看 但是他是戴着耳机看的 我听不清 观感体验很差 我就贴着他 然后这个时候 谢尔多说了一句话 挺好笑的 我就笑了出来 大哥就回头看了我 很生气的样子 我说咋了大哥 你没有听懂吗 大哥说我听懂了 我说那你不笑 他应该听懂了 前段时间有个剧很火 叫《隐秘的角落》 所有人都在看 我也在看 但是我是那种追剧很慢的人 大家都看完了 我才看到一半左右 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一些人 他追剧很快 他就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有一天也是 我在吃饭拿手机看这个剧 一个同事走过来拍了拍我 哎呀 豆豆啊 你才看到这儿啊 我都看完了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最后张东升怎么样了 那我不跟你说了 你到时候说我剧透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剧他看完的 就像他拍完的一样 它只是一个 时间跨度的问题 对不对 我只是完成的比较慢了一些 我迟早也是要看完的 而且我觉得这帮人 他们只在追剧这一件事情上 对时间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感觉身边 从来没有那些 比我年长的朋友 会跑过来都跟我说 你才24啊 我都48了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最后没有嫁出去 没有这样的人 你只要停 让大家有时间思考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追一个综艺 叫《动物世界》 我把它当综艺看很好看 因为我原来以为它只是 关于动物的纪录片 其实不是的 里面有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旁白 这个旁白很厉害 会给每一只出场的小动物 都串上一条故事线 来吸引你继续地看进去 首先它会给大家都先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这只年仅三个月大的肯尼亚师 叫Kevin 旁边的这一位 是她的母亲 詹姆斯·琳达 也是整个族群的掌门人 今天将会是Kevin 第一次参与族群的狩猎活动 他们的目标是 是这一只雌性的非洲鹿 Amanda 这也将会是Kevin 第一次凌冽到 非洲大草原上 亘古不变的道理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接下来整个四十五分钟 詹姆斯家族都在哪里发呆 Amanda就在边上吃草 Amanda心里都等着急了呀 不是双喊要吃我的吗 怎么还不来 探前祷告吗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整个画面相对来说 是比较静态的 就是一群正在发呆的狮子 和一只正在吃草的非洲鹿 但是串上旁白 你就想要继续看下去 而且但凡狮群 有一丝丝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一只狮子 突然站了起来 旁白又齐了 Amanda俨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她靠近 这个时候Amanda会来个这个 朋友们这个段子 我最多演到三十岁 往后演身体会出一些问题的 Amanda在被吃了之后 极大地激发出了凯文对于捕猎的兴趣 八个月之后 他已经成为了詹姆斯家族的捕猎好手 今天他们在大迁徙的途中 遇见了一只烙单的水牛 帕巴里阿布拉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道水牛就是正儿八经的非洲名字 帕巴里阿布拉卡 阿布拉卡正在河边喝水 他俨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靠近 凯文从右侧方靠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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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同伴都读懂了凯文那充满杀气的眼神 刹拿之间捕猎开始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段 扣人心弦的非洲古乐 伴随着那段旁白继续推进的故事的进行 现在都要比这个了吗 他跟王兵果然是属于一族 活太多了 活太多了 阿布拉卡嗅到了一丝危险 他开始拼了面地狂奔 殊不知自己跑进了詹姆斯家族设下的 严密包围圈 但阿布拉卡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他的眼里只有一件事生存 只见这时 凯文一个箭步扑了上去 每次到这的时候你就知道 整个片子最紧张的时刻来了 我在电视前已经这样了 但是每每到这的时候 画面里就会跳出来一个小老头 一个小老太太在那跳舞 今年爸妈不收理呀 不收理呀 不收理 这个段子我可以演到七十岁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豆豆 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 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无意间听到过别人打电话 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 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 打给他的女朋友 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 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 他终于说了出来 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 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 我当时就在想你有什么权利 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 这种都能演出来 很难演 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 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 相向而来一位新人 有些时候人会莫名地变得很默契 比如说你往右 他也往右 你往左他也往左 你左右有个虚晃 他没有吃晃 他当下非常的懂你 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 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 Not today I got you 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停下脚步 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理智的行为 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 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往右他也往右 我往左他也往左 我左右有个虚晃 大哥不吃晃 我说OK高手 我就停下来 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 但是这个大哥他在经过我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 他遮我 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遮我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 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 他应该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 所以你才会停下来让我先过去 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 他就会先入为主 他是默认为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 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 我可以让你先过去 但是如果你敢揍我 我就敢绕回来 说谢谢 这种事不能吃亏的 对不对 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 会发布所谓的挑战 A41挑战 踢瓶盖挑战 大家有没有觉得 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 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 而且这些挑战在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1挑战 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见哪个模特走T台 是这样走 对吧 你在指了吗 我想写几个字 没有但我有A41 来你写我这 踢瓶盖也是 对吧 是看起来很炫 但是谁要这样开瓶盖 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 男女生出去约会 女生对人家说 哎呀我这个盖子开不开 你帮我开一开 男生说吼咚 你拿好了 站稳了 好吧 哎呀是不是踹到你A41了 不会有人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是什么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小时候还是那种 充满童真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 父母是会很理智的来教育你的 比如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问过这样的问题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听起来看似非常的宽泛 但是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 老师医生科学家律师 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能够被称之为工作 其他的统称为打工 我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 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 我就每天想 天天想念念想 就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是很强的 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 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共通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打架 我们都非常的自信 奥特曼最自信的时候 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 我最自信的时候 就是老师上课提了一个问题 我好不容易知道答案举手的时候 我们连自信的动作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么重要的消息 我要告诉我身边最重要的人 我妈 我就挑了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6月1日儿童节 我就跟我妈说 妈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 朋友们 假设我是一个来自影视剧里的孩子 我妈一定会半蹲下来对我说 哦 我亲爱的小詹姆斯 是的 没错 你就是一个奥特曼 所以你长他之后 会去打败怪兽 战胜邪恶 拯救人类的对吗 哦 我亲爱的上帝 我可真为你感到骄傲 对吧 这个场景 你在很多的影视剧里看起来 都还挺合理的 对不对 但是当时我跟我妈说 妈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 我妈是这样回我的 百分百还原 咱知道再生一个了 奥特曼 奥特曼 奥特曼你咋这么厉害呢 来奥特曼你过来 你过来 我不打你 你过来 我问你 你堂堂一个奥特曼 语文就考七分 咋来你们奥特曼不说话呀 别哭了 今天六月儿童节 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开心 大家谢谢